我在林树手下当秘书八年,鞠躬尽瘁,任劳任怨。 就当我即将成为公司副总的时候,他却带来了他的初恋情人取代了我。 他告诉我他比我的学历好,比我更加优秀。 我望着这个自己暗恋了九年的男人,竟说不出半句话来。 早上刚进了公司,同事们都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。 同事们纷纷对我说道,祝贺呀,圆圆,以后不能叫你陈历数,得叫陈总了。 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,还请陈总以后要多多关照我们啊。 今晚,陈总不得请大家吃饭,一起庆祝庆祝,以后我们可都在你的手下工作了。 我望着同事们的笑脸,敏笑着说,这还没定呢,现在说这些太早了。 嗨,早就决定好了的事,就差个流程了,陈总,你就是太低调了。 我笑着挥了挥手,往会议室走去。 同事们并不是在捧杀我,我在新城干了九年,从林树大创业的时候就一直跟在他身边,说是秘书,但我不但要做提案,谈合作,研究公司发展方向,还要照顾他的衣食住行。 可以说没有我,就没有新城,也没有林树的今天,这个副总,是我该得的。 我压抑着内心的喜悦走进会议室,高层们已经坐满了。 然而和外面的气氛完全不同,会议室里异常安静。 看到我进来,这些跟我一起打拼了多年的同事,脸上都是隐藏不住的愤怒跟怜悯。 我手指一顿,看向上手的林树,她食指交叉,放在桌上,身旁坐着一个黑色长发披肩的女人,穿着珍珠白的长裙,看起来与严肃的会议室格格不入。 这一瞬间,我的心像滴入了冰水里,却还是怀着一丝稀迹,轻声问道,林树,这是哪位? 林树避开了我的眼神,故作轻松道,这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副总恩启,一会儿你带他去人事走一下手续,工位的话,就在我办公室旁边吧。 我站在原地,只感觉像是被人当众打了一巴掌,天旋地转。 旁边的部门经理已经忍耐不住,拍着桌子站了起来,说道,林树,你这是什么意思?不是说好副总给成员吗? 人事经理也皱眉道,对呀,成员这些年付出了多少,我们都看在眼里,你现在说换人就换人,不合适吧? 这些都是跟我一起打拼多年的同事,我们关系一直都不错。 林树面色沉了下来,视线扫了一圈。 片刻后,他声音里带着隐隐的怒气,到底我是总裁,还是你们是总裁? 部门经理毫不退缩,你是总裁,但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,你现在凭空找一个人来就当副总,这说得过去吗? 林树冷笑一声,说,温奇是各大金融经济硕士,她学历比成员高,能力也比她优秀。 我这是为了公司着想,你们一个个脑子里都是交情,但是公司发展是不能讲人情的。 我看着温奇那张熟悉的脸,冷笑一声说道,林树,别扯淡了,说这么多,不过是因为她是你初恋吧? 我跟林树从高中就认识了,其他人或许不知道,但我对温奇印象是很深的。 她是林树的初恋,早年很是爱得轰轰烈烈,后来因为林树想留在国内创业,她想出国留学,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,就分开了。 这些年,林树身边女人走走停停,但都没有和温奇在一起的时间久。 林树被我毫不留情面地揭穿,脸色有些难看。 她向后已在巨大的真皮座椅上,轻蔑地看着我,说道,温奇是我初恋,但我说的有哪里不对吗? 她就是学历比你高,比你优秀,成员,你不能不接受现实啊。 这场会议不欢而散,以我的摔门而出结束。 在我的晋升会议上临时换人,我不知道林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,明明她可以提前跟我说清楚,她却非要选择这种让我最难看的方式。 部门经理周扬是当初被我挖进来的,我们一起干了七年,她最是愤愤不平,活也不干了,到我公位上阴阳怪气地抱怨。 听说那个温奇在国外闹出什么事来,被公司开除了,名声都臭了,找不着工作了,这才回来的。 你看见她那样了吗?咱们这些人都不顾了,巴巴的只想着她那小情人了,真恶心,我呸。 我没说话,目光发直地看着我的桌子,用了太久,已经很旧了,边角处全是划痕。 在公司八年,我还是没有单独的办公室。当时林树说公司空间紧张,我反正天天往她办公室跑,批一间办公室也没意义,还不如让出去给别人,我倒是傻乎乎地同意了。 可是现在,温奇一进来,就有了自己的办公室,豪华的红木办公桌椅,电脑用的是最贵的高配置Mac。 我这才明白,原来所有的理由都只是借口,无非是林树觉得我不值得而已。 不如你辞职吧。 周扬喝了口水,不愤道,我们都跟着你干,我看这破公司迟早要玩。 我沉默片刻,轻声道,你舍得吗? 她一证,默然,我们都是从公司刚起步的时候就一起并肩作战的,这对于我们来说,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了。 新城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,我舍不得。 对于温奇当副总这件事,同事们简直比我还不满。 尤其是高层,我们一起工作这么久,又没什么利益纷争,情分早就非被寻常了。 他们虽然不能明着跟林树对着干,但暗地里还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。 温奇的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,跟她对接的周扬,压根就不把重要的客户对接给她, 只给她一些无关紧要或者特别难产的客户资源。 其他部门的资料也都跟挤牙膏似的,她去要才给,不去要就不给。 林树生气地去质问,人家就说我也不知道她需要什么呀,那她要的我不都给了吗? 林树没办法,干脆就在我身上打主意。 她把我叫进办公室,委婉道,这些年也辛苦你了,说是秘书,但什么都得干。 我看着她,面无表情道,你有话就直说吧。 林树对我的不识趣有些不满,却还是强忍着道。 温奇来了,以后你就不用这么忙了,正好你手头的那些客户都让给她吧,以后你就专职做秘书。 她说的轻聊淡写,好像只是不重要的事。 我身体晃了晃,不敢置信,问她,你说什么? 我手头的客户都是跟了好几年的老客户,她明明知道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,才拿下这些客户的。 那时候公司刚刚起步,我们步履为奸,手头一点资源都没有,只能在别的大公司家缝里抢客户。 然而谈何容易,那些人一个比一个难缠。 我还记得,那时候我们俩才刚毕业,那个五十多岁,大富贫贫的客户带着我们去了KTV,指着桌上的一排酒,撵出一口黄牙,对林树道。 你喝一杯,我就下一百万的单子。 别说,哥哥不照顾你,这一杯酒够值钱的了吧。 林树心高气傲,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,拉着我怒气冲冲,就要走。 但我知道,这个单子拿不下,公司的资金链就维持不住了,我们挣酒的心血就白费了。 我仰起头朝他露出一个安抚的笑,拉开他坐到那个客户面前。 周哥,他酒让不行,妹妹陪你喝。 到现在我还记得那酒辛辣的味道,那是威士忌,焦糖般的颜色里却燃烧着灼热的火焰,顺着食管进入胃里的时候,恍惚由衷整个人都被点燃的错觉。 我不会喝酒,那天却喝了八倍。 最后,冲进厕所的时候,我吐得T4横流,五脏六腑都要呕出来一般,脸上浮满了眼泪,却还是紧紧拽住那个客户,让他现场跟我签约。 他被我拼命的样子镇住了,给我竖起大拇指,说道,妹妹,你牛,哥哥今天算是开眼了。 然后,当场给星成下了一千万的单子,他签完最后一个字,我就昏过去了,连夜进了医院,洗胃后,折腾了一整晚,我才捡回一条命。 我记得我睁眼的时候沉稀微露,林树就趴在病床边上,眼睛通红地看着我。 我朝他扯出一个虚弱的笑,哭什么,咱们的孩子保住了。 那时候他总把星成叫做我们的孩子,一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,但一个人的时候,经常为这个拥有特殊亲密关系的称呼,偷偷开心。 我喜欢林树,我知道,他也知道。 林树当时还很年轻,远没有现在这样沉稳,他哽咽着道,你干嘛要这样,没了就没了,你昨晚差点,差点就……。 他说不下去了,低下头身体微微颤抖,带着哭腔,以后别这么吓我了。 我却觉得值得,因为这件事,后来我留下了严重的胃病,一直到现在。 那之后,胃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好几次,林树那时候太过年轻气盛,很多事情都忍不了,每次都是我挡在他身前。 我爱他,我愿意尽我所能去帮他,保住他的心血。 那时候我多傻呀,我想,我可以替他造这份罪,这真是太好了。 可当年口口声声说不会辜负我的林树,现在却要把我提出公司权利的中心。 我颤声道,林树,我这些年为了公司付出了多少,你不会不知道,你他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。 林树有些不耐得你没,我知道你为公司付出了很多,但谁没付出,你老拿这个说事儿有意思吗? 温期刚来,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,你先把这些客户让给他,再说,你一个秘书要什么客户啊? 我冷冷道,我不,似乎没想到我会拒绝他,林树愣了一下。 这时温期推门而入,说道,我要是你,就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难看。 他走到林树身边,微微抬头,不懈地看着我,别仗着你待的时间长,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,公司是阿树的,没了他你什么都不舍。 他们一起眼睛讥讽道,你现在要是实相一点配合我,还能继续上班, 不然我干脆开了你,你可就只能收拾包袱走人了。 我没搭话,只是看向林树,轻声问道,你也是这么想的吗? 林树看着我,面上表情不变,说道,温期是公司副总,她有权利决定人员去留。 半晒后,我点了点头,平静说道,明白了。 我扯下胸口的工作牌,一把扔到林树的桌上,不用你开除我,我他妈的,不干了。 刚出门,我就看到外面扒着厅的几个人,周扬气得要命,他怎么敢这么不要脸,老子也不干了,我跟你走。 其他人也满脸难过,薇薇姐,星成可是你一手带起来的,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,不会真要跟那个什么走后门进来的干吧。 我勉强扯出笑容,拍了拍周扬,算了吧,你还有贷款要还呢?我先走一步,等我干大了,一定把你挖过来。 离开星成这天,天上下雪了。 我抱着自己的东西回望,大楼在被笼罩在天际纷飞落下的雪花中,于一片阴沉里展开明亮的灯火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雪掉进了眼里,我突然觉得眼眶有些湿润。 这是我工作了八年的地方,我一点点看着他从我们的宿舍搬到学校附近的小出租房,再到后来的二层铺面,最后住进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里。 我还记得刚进来时,我们几个人抱着又哭又笑,盘腿坐在空荡荡的地板上,互相炫耀着马上要发达了。 我曾经愿意用生命去维护他,只是短短几年,却要与他彻底挥手告别了。 我走后,听说温琪为了树威,还特意开了个会,警告他们不配合他工作,就是跟我一个下场,卷铺盖走人。 周扬一点面子也不给他,当场嘲讽道,什么下场,被隔壁圣路高薪请去当副总吗? 温琪脸都绿了,会也开不下去,匆匆走了。 他太蠢了,像我这种全能型人才,一直是各方觊觎的香波波。 头几年新城规模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,就有很多大公司来挖我,给我开的年薪都是百万起步的。 那时候我拒绝了所有的邀约,一心扑在林树和新城上,拿着几千块的薪水去甘之如頤。 只是如今,我不用再顾虑那么多了,辞职的第二天,我就给新城的死对头,圣路总裁打了电话。 听说你那边正缺人,你看我行不行? 圣路总裁姐妹嫔当场就拍了板,我这别的不缺,就缺一个副总,你来的话,明天就能走马上任。 她没给我画饼,第二天就带着我走了手续,各个部门介绍了一遍。 成员小姐以后就是圣路的副总,她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,你们这几天都去把工作跟她汇报一下,以后一定要好好配合她。 晚上简卫萍给我举办欢迎会,会上,我举杯敬她。 简总,能跟诸位在圣路共事,是我的荣幸,以后合作愉快。 简卫萍弯了弯眼睛,一派字意风流,不,能邀请到陈小姐才是圣路的荣幸。 新工作环境比我想象中好得多,我终于有了大办公室。 圣路的人也没因为我是新城来的就给我找麻烦,事实上,在行业领域里,我还是有几分名声的,他们以前就知道我的工作能力。 一切都出乎我意料的顺利,直到我接到第一个大项目。 翻开资料的时候,我愣住了。 这个项目正是我之前在新城做的那个和上市公司陈欣的营销合作。 金额很大,对本市的这几个公司都非常重要,林树信不过别人,让我亲自盯着。 我熬了半个月,才做出一份满意的提案。 以林树对温奇的重视程度来说,现在这个项目一定是交给他了吧。 我心里突然燃起熊熊烈火,这是我离开新城的第一个项目,也是我的翻身账。 这一次,我就要让他们看看,没了我的新城,到底还是个什么东西。 谈判那天,简卫萍带着我去了。 还没进门,我们就遇见了一起赶来的林树,温奇灯在他身后,看见我的时候微微醋美。 林树的表情有些复杂,看着我嘴唇动了动,似乎是想说些什么。 我从他身边经过,一个眼神都没给他。 会议开始后,我们相对而坐,我看着林树,心里五味杂陈。 这是第一次我没坐在他身边,却没想到会坐在他的对面,真是造化弄人。 陈兴的负责人推了推眼镜,今天的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,也感谢几位的赏光。 大家不妨先说一说自己的方案,我们商量后再做决定。 温奇迫不及待地站起来,拿起提案,走到前面开始讲解。 新城在精准营销上具有很强的优势,各位可以看一下,这是我们以前的成功案例。 包括我们给精益餐饮做的营销,半年他们的市场投放量,占有量以及销售额都大幅度提高,还有落差。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,这些案例都是我做的,也真亏他好意思说得出口。 而接下来,我越听越不对劲了,新城这份提案的内容越听越熟悉。 这分明,就是我之前写的那份。 我心头呼的一声燃起怒火,转过头去瞪着林树。 我没想到,他能不要脸到这种程度,把我熬了那么久辛辛苦苦写出的提案给了温奇。 明明我走之前把那份提案给了周扬,这肯定又是被林树抢来给他的。 一时间,我心里竟然说不出是怒火多一些,还是难过多一些。 我给林树当了八年秘书,鞠躬尽瘁,任劳任怨。 哪怕他不喜欢我,我们起码还是曾经的合作伙伴,他怎么能无耻至此。 林树大概也自觉理亏,不敢与我对事。 这一瞬间,我终于对他彻底失望。 温奇洋洋洒洒地讲完,我看到陈兴的负责人眼里浮起一丝满意。 他称赞道,真不愧是新城,一直一如既往的高水准,温小姐的这份提案很好。 温奇丝毫不心虚地接受了夸赞,谢谢。 那么请圣路也讲一下吧。 简卫萍朝我点了点头,我拿着提案走到了前面。 这份提案做得匆忙,我并不能说比温奇手里那份更好。 陈兴听完后只是点了点头,既然这样。 等等,我打断道,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温小姐。 刚才你的提案里说,新城在A城拥有17个营销机构,可是据我所知,新城实际上只有7个,不知道这剩下的10个是哪来的呢? 这是当时做提案,我不小心打错了数字留下的错误,结果后来我离开了,也就没有改。 温奇一愣,在陈兴负责人投去的视线中,慌乱地翻在手中的提案, 然而她越着急,越找不到那个数据在哪里。 毕竟那根本就不是她做出来的东西,她只是照本宣科罢了。 我冷笑一声,不会你自己做的东西数据都记不住吧,还是你是在故意夸大,为了项目不择手段的撒谎。 我步步紧逼,你们就是以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这次的合作吗?这样让对方怎么信任你们? 温奇彻底慌了神,她咬了咬牙,对我怒怒而视,是你,是你故意的。 我摊摊手,无辜道,这是你们新城的提案,跟我有什么关系呢? 陈兴负责人皱眉,数据造假这种事儿在商场上非常忌讳。 她沉声道,温小姐,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? 温奇接接巴巴地说出话来,一边的林树连忙打人场,不好意思张总,说我们的实习生打错了,事实上就是欺甲。 我们新城的信誉一向是很好的,您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案例。 她没说完,我冷冷打断道,之前的案子都是我做的,跟你们有什么关系。 简卫萍试试微笑,张总,忘了介绍了,我们公司的副总,陈兴小姐之前是在新城任职的,您看到的这些成功案例都是她经手的。 如果您选择跟圣路合作,陈兴小姐也会负责此次的营销。 离开大厦的时候,林树的脸色比她还要黑,陈兴直接拒绝了新城的提案,跟我们签了约。 新城让我们非常失望,张总说话挺不客气的,直接冷了脸,你们太不负责了,自己到底有几家机构都搞不清楚,以后我们不会再考虑和新城的合作。 这次的项目直接关系着两家公司哪一家能占据A城大部分市场,对两家公司影响都非常重要。 林树非常重视这个项目,为此准备了很久,可以说这次的失败对她的打击会非常沉重。 之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,她很少感受失败,所以这一次格外难以接受。 出门的时候,她看着我,语气里带着难以忽视的责备。 陈元,你真是丝毫不留情面。 我挑了挑眉,说道,商场如战场,林总不会,还想着什么情面吧? 她攥紧拳,皱眉看我,说道,原来只是一个副总就可以出卖我们的感情,也还真是现实。 我注视着林树,发现她眼神很认真,她是真的觉得我做错了。 我一时间,真觉得荒谬极了,气到一定程度,我反而笑了,勾起唇角。 林树,做人废物不要紧,又废物又不要脸,就不太好了。 我在的时候,你就一直靠我,靠我还要打压我,空降了这么一个,我扫了温奇一眼,不屑道。 废物来抢走了我的副总,现在还要怪我现实,你简直让我恶心。 我脸的笑容,一字一顿道。 林树脸色一白,张了张嘴,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,仿佛不敢相信那个永远坚定站在她身边的我,怎么会突然对她拔刀相像。 我没再看她,转身离开。 从她任由温奇把我赶出新城那天,我对她的最后一丝感情也被彻底消磨殆尽。 这九年,就当是大梦一场。 如今梦醒了,我也该继续往前走了。 过了一阵子,周扬就给我打来电话抱怨,我征服了这个温奇了,不是说什么哥大毕业的高材生吗? 我看怎么跟个弱智似的,让他做个方案漏洞百出,数居然都对不起来, 还不给我们审核,生怕被我们偷走了似的。 客户那边看了提案大发雷霆,直接不签约了,他妈的这个合约我磨了快半年才磨下来,真是个扫把心。 他喝了口水继续道,你不知道,他在这几个月快把客户都得罪完了,最近业绩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。 挂了电话,我漠然不语,早在我离开的时候,其实就已经想到今天了。 这些年,我把能替林树做的,都替他做了,我这个人就是典型的爱之意其生,恨之意其死,喜欢一个人的时候,恨不得把心都剖给人家,往上另得对人家好。 只是现在我才知道,太容易得到的往往都不被珍惜。 林树被我保护得太好了,这些年他经手的都是我千挑万选已经做好的案子,他的成功都有我在背后的支持。 没了我,他什么都不是,我很想和他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遍,然而成了大公司就这么几家,我们还是不得不经常打交道。 10日下旬,简卫萍带回来一个项目,他对我说,这个公司是一线城市来的,规模不小,最近想做营销项目,你看看,研究了好半天,我沉生道,这个项目我们不能做。 你看,这个公司明明规模不小,预算也给得高,如果他们的资料没问题,产品也不错,为什么不在一线城市推广,而要来咱们这儿。 说难听点,咱们这里的市场跟一线城市能相提并论吗? 你最好去查查他们的产品,我怕有什么问题。 过了几天,简卫萍回来了,面色严肃。 你说的对,我找人去查了,他们之前的产品出过问题,这家公司不过是包装出来的皮包公司来清理劣质存货的,要不是你警惕,咱们就要被坑了。 这事儿我以为就这么过去了,没想到在行业协会上再次跟林树相遇的时候,我才知道这个案子居然是被他们接了。 温琪挽着林树的手,对着我讥讽道,陈元,你是不是觉得离了你,新城就活不了了? 我们刚拿了一个大项目,比你之前做的规模大多了。 你之前不过只是运气好,借了新城的东风罢了,不会还真以为没了你,地球就不能转了吧? 我看向林树,欲言又止,出于报复的心理,我不想告诉他这件事的内幕。 但是新城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公司,我又真不舍得看着他就这样出事。 林树却误会了我的意思,他凝视着我,陈元,没有你,我也可以过得很好,我不是非你不可。 我把道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,轻笑道,那真是太好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,林树和温琪能看得出来的志得意满,这是我离开后他们做成的第一个案子,恨不得昭告天下,十分高调。 新城所有的营销机构都在加班加点地推广这次的产品,十分卖力。 只是爬得越高,审判那天,摔得也就会越惨。 深秋的晚上,网上出现了第一个推广产品的爆雷帖子。 这次推广后续还追加了婴儿奶粉,然而很多婴儿在喝了这款奶粉后,出现了上土下泄进医院的情况。 一开始,林树他们还能花钱把帖子压下去,可是后来随着爆雷帖子越来越多,事态发展很快就严重了起来。 彻底的失控,是在11月有两个一岁多的孩子在喝了奶粉后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,送进医院后抢救无效身亡了。 这一下子,好像捅了马蜂窝,事情彻底闹大了。 人们出力愤怒,所有的网站,新闻都在报道这次的悲剧,这个公司的内幕被彻底解开,连带着为他们做推广的新城也倒了霉,被人扒得底裤都不剩。 为这种丧良心的产品做推广,老板也不怕有命赚钱没命花。 这种产品为什么也可以推广,是不是有什么利益关系,建议好好查一查,这种黑心公司必须倒闭。 一时间,新城成了众矢之地,之前的许多客户在温期上任后都被他得罪跑了,还有一部分跟着我来了胜路。 仅剩的那些,出了这种事情也不敢再和新城合作,纷纷解约。 林树焦头烂额,到处求人,可是毫无收获。 就在我以为这次新城要吃个教训的时候,周扬却突然找到了我。 几天不见,他憔悴了很多,脸上的黑眼圈,深得我都怕他当场猝死了。 我一惊,说道,不至于吧,这事儿这么严重呢? 周扬搓了把脸,没说话。 半晌后,他把头埋在手里,声音里情绪柔杂,沉原,新城要完了。 我皱眉,过了风头就没事儿了吧,这次是你们没搞清楚,主要责任在生产公司啊。 周扬苦笑一声,不光这事儿,你不知道,新城这几天都乱了套了。 出事儿之后,温奇那傻逼病急乱投医,他找了个之前的老乡识给他出主意, 人家让他把公司的资料拿出来看看才好,对症下药。 我一愣,问道,这不是泄露商业机密吗? 是啊,周扬撑着额头疲惫道,只有他不知道,真的傻乎乎地给人家看了, 结果人家根本就不是想帮忙,是想趁你病要你命。 这下新城所有的提案都泄露出去了,包括正在给客户做的, 人家都在告呢,账上的钱压根就不够赔的。 这次新城恐怕是真挺不过去了,咱们用了这么多年, 才把新城发展起来,怎么这么快就要完了呢? 我默不作声,事实上,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我在新城倾注了将近九年的心血,看他这样,我心里也不是滋味。 周扬问我,你说林树为什么非要找那么一个干啥啥不行的人, 回来当副总呢? 周扬百思不得其解,我以为他是喜欢那个温奇, 但我看他俩也没在一起啊,上次温奇要请他吃饭他都没去。 不知道,我摇了摇头,我永远不知道林树在想什么, 现在也没必要知道了。 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,周扬突然来了视频电话, 接起来那边乱成一锅粥,吵吵嚷嚷,都听不清人在说什么。 干嘛呢?周扬纳闷,闹什么? 周经理,新来的实习生都快哭了,警察来要带走温副总, 说是他泄露了商业秘密,被人给告了,现在公司都乱了套了,你快回来吧。 我看向屏幕,新城办公楼里挤满了客户,其中一些我还认识。 他们指着温奇骂的唾沫横飞,我们的资料是因为要给你们做营销才告诉你们的, 当初都签了保密协议,你们现在这是什么意思? 我们最新产品信息都泄露了,造成了损失,怎么办? 对,还有我们,当时签的保密协议,你们当闹着玩吗? 陈历数呢?陈历数在的时候从来没出过这种事, 怎么你一来,我们的产品信息都满天飞了,你们新城是不是疯了? 温奇脸上妆都枯花了,慌乱的抽烟,我不知道啊,我也不知道他是骗子, 这怎么能怪我,你们该去找他呀? 他只会说这么两句话,车辜辘似的来回转,客户很快不耐烦了。 放屁,我们把产品信息给你了,又不是给他了,我们找他干什么? 你有话甭跟我们说,你进局再跟警察说去吧。 说着,这些客户就要拉他走,温奇惊恐地朝林树伸出手。 阿树,救我,我这全都是为了你,为了公司啊。 我呸,人事尽力冷笑说,好不要脸,你为了公司都要把公司整倒闭了, 我们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,还是赶紧走吧。 温奇环视四周,却发现所有人都在冷冷地看着他。 原本好好上班的公司,突然被整垮了,所有人都面临下岗,谁能对他有好脸色。 阿树,他哭着哀求,林树却只是看了他一眼,目光里带着憎恶。 他呆了一瞬,就被人拉走了。 后来的事情不用我刻意去打听,市里的公司都传遍了, 每个公司都吸取了新城的教训,开展业务自查和保密培训, 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。 新城到底保不住了,赔款太多,资金完全撑不住, 哪怕林树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赔,也难以挽回退市, 最后只能被以极低的价格卖了出去。 新城完了,林树也彻底完了。 温奇因为泄露商业秘密被判刑三年, 听说进去之前,他还在叫嚣着不是他的错, 但是没人搭理他,就连林树也没再去看过他。 我跟简卫萍请了一天假,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, 就沿着街边随意走。 走着走着,我一抬头,前面是新城灯火通明的大楼, 只是上面新城的标识已经被拆下来了,空荡荡的。 原来不知不觉,我还是走到了这里。 冬日的傍晚,天气不太好,阴冷的风呼啸而过, 灰色的天气沉沉地压下来。 我离开新城那天,也是这样的天气, 只是现在,再也没有亮起的灯火了。 我双手插都站在街边,就这么静静注视着, 直到眼睛开始酸痛。 从20岁到29岁,我把整个青春都压在了这里, 我一点点看着他成长,从几个大学生玩笑式的主义, 变成营业额上亿的大公司。 这曾经是我的梦想,是我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信仰, 却没想到,我会这么快就见证他的亲父。 我网动得刺痛的双手喝了口暖气, 钻进了街边的一家野混沌店。 这家店铺面很小,藏在这里, 知道的人不多,来的都是一些老顾客。 老板看到是我,用抹布擦了擦桌子热情道, 来了,好久都没见你,最近工作忙了。 我张了张嘴,是啊,最近太忙了。 老板问道,还是微辣吗? 我点点头,走到一张小桌边坐下, 这里的桌椅都有腻腻的,擦不干净似的, 但是东西做得很好吃。 早些年我跟林树刚开始,创业时候没钱, 每次缠了就都到这里点几个串,喝两瓶啤酒。 他酒量很差,每次一瓶之后就上了头, 红着脸胡言乱语。 将来去那斯达克敲钟,我们得一起。 我笑他,还敲钟呢?我看你像钟,我们客户都还没有呢。 他就只黑黑笑,眼睛里成的水色,在劣质的白池灯泡下荡漾,亮晶晶的。 等敲了钟,我们就…… 店里太闹了,他声音太小,我没听清,咱们就怎么。 他却不再说了,只是笑。 才过了几年啊,我一个坐在老地方喝着啤酒,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,又酸又涩的难受。 一切就都面目全非了,怎么会变成这样呢? 门口的帘子被掀起,一股冷风钻了进来,我面前的空位坐下了一个人。 老板乐了,说道,以前都是你俩一块来,后来就都是单独来了,我还以为你俩分手了,原来还在一起呀,真好。 林树没反驳,说道,老板,来一箱清皮。 好嘞,马上来。 他旁温无人地坐下,拿起我放在桌上的啤酒喝了一口,冰啤酒带着碳酸气,让他紧紧醋眉。 我忍不住嘲讽道,林总养酒喝多了,喝不惯啤酒了。 林树却没说话,半晌后,他低着头轻声道, 陈元,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用,特废物啊? 我冷笑,问他,还需要是问句吗? 他扯出一丝苦笑,星辰没了,保不住了,我给卖了。 我说,我知道,我一直以为,其实没有你,我也可以的。 林树的声音既然,我以为我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了。 我喝了口啤酒,把心里的苦涩压下。 我点的串儿不少,林树却一口也不动,一直在喝酒。 他本来酒量就差,喝得还着急,很快眼里就一片醉意朦胧。 恍惚间,我竟然从现代这个西装革履的林树身上, 看出了几分当初那个穿着白T恤嚷嚷着要带我去上市敲钟的少年林树的影子。 那个林树已经消失很久了,现代的林树别说带我敲钟了, 恐怕只想给我送钟,如今也只能在酒后找到就日留下的一丝残影罢了。 陈元,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温奇弄回来当副总吗? 我想了想,是因为你觉得我威胁到你的地位了吧? 这是后来我才想明白的,大家都是成年人, 怎么可能还玩那一套什么初恋白月光的童话故事? 哪怕他针对温奇有感情,也不会拿公司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。 恐怕只是他觉得我在公司威信太高,已经威胁到了他这个总裁, 所以才要想办法把我踢走。 林树笑了,只是那笑比哭还难看。 不是的,我只是想,我只是想证明给你看,没有你的保护, 我林树也可以,你还记不记得你被人灌酒那次? 我怎么可能记不得呢?现在深夜时,胃里还会隐隐作痛。 你之前也是不会喝酒的,他目光迷蒙地看着我, 却好像在透过我看向很早很早的以前。 你被推进抢救室的时候,医生给我下过病危通知书了。 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怕,我甚至想我不要公司了, 我他妈也不想创业了,我只想你好好的。 也不知道是酒苦还是辛苦,我听了他的话, 竟恍惚有种要掉泪的错觉。 林树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,眸中逐渐泛红, 用力把一拉罐捏扁。 那时候我就觉得,我真没用了,要你这样维护我。 我低声道,那是我愿意的,我那时候喜欢你, 只想你好好的,看不得你遭罪。 那我就看得了吗?他突然道, 这些年我一直没回应过你,不是我不喜欢你, 只是,他低下头,声音里揉杂了痛苦, 我觉得我没资格,一个总要女人保护的男人, 又有什么资格说爱呢? 我一直憋着一口气,想着有一天我可以让你不用再这样累, 我可以反过来保护你。 他戴上了一丝哭腔,我只是不想你再挡在我身前了。 马上要三十岁的大男人了,在路边的烧烤店居然气不成声。 我喝了一口酒,感受着冰凉的酒液顺着滑落, 在胃里升起温度。 片刻后,我开口道,别说得这么好听了。 你可能有一分这种想法,但难道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好胜心吗? 你不甘心比不过我,永远只能隐藏在我身后, 所以才用这样的手段把我逼走, 哪怕不是温琪也有张琪, 李琪,总之我是不能留在新城的。 林树默然,不再说话了。 我喝完最后一瓶酒,站起身,老板,他结账。 老板笑眯眯的,好嘞。 我拿起外套,掀开门帘。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了, 龙毛般的雪花在风里打着旋的飞舞, 被四周的灯映成温暖的昏黄。 身后林树叫住我,颤声道, 陈元,如果我说我知道错了,你还会回来吗? 我没答,放下帘子,走进了风雪中。 一月的下旬,正在我准备辞职的时候, 周扬给我打电话了。 电话里,他声音疲惫,还带着说不出的复杂。 他说,林树出车祸了。 我捏紧了手中的杯子,问道,严重吗? 周扬沉默了很久,才轻声道,一条腿保不住了。 截肢了,手也断了,虽然接上了, 但医生说以后恐怕也只能从事最轻的活动了, 重一点的东西都拿不了。 我大脑一片空白,茫然道,怎么会这样呢? 周扬低落道,他出去喝酒了, 然后在高速上开车,酒驾撞了车。 星辰没了,他恐怕是最难受的那个。 你有空的话,就来看看他吧。 挂了电话,我还是难以置信, 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下午, 什么也干不进去。 一闭上眼,满脑子, 都是林树满脸,是血的样子。 他那样骄傲的人, 以后一辈子都成了残疾, 他要怎么能接受呢? 然而犹豫很久, 我还是决定不去看他。 林树跟我比了这么久, 他现在这样, 一定不想让我看到他狼狈的样子。 我们的关系走到现在, 从年少相逢, 到相看两宴, 也已经到了尽头。 这份掺杂了太多的感情, 到底还是太过脆弱, 还没有说出口, 就已经支离破碎。 就到这里吧, 我看向窗外流血的夕阳, 本来就是一场错, 到这里就可以了。 递交辞成的时候, 简卫萍拼命地挽留我, 你觉得公司的待遇不好吗? 哪里不满意你可以说出来, 可以改。 我笑着摇摇头, 公司对我很好, 简总也对我有知欲知恩, 只是我有些累了, 想休息一阵子。 简卫萍可惜道, 那你休息完了, 一定要回来, 胜路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 接下来的日子, 我到处旅游, 后来又去了国外, 马尔代夫, 埃及, 把欧洲玩了一圈, 又去了喜马泰。 之前最好的年华都投到工作里了, 这一阵子这么多事赶事发生后, 我才惊觉自己, 居然从来都没有好好享受过人生。 我尽情享乐, 在抑郁的荧光海滩上赤脚漫步, 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坐马奔腾, 在冰岛的星空下, 沉迷于幻彩的极光。 生命中不仅仅有工作, 而今我才体会到另一种不同的快乐。 八月剩下, 周扬给我发来了微信, 差不多了吧, 你这都快成旅游博主了, 天天发朋友圈的馋死人了, 也差不多该回来社畜上岗了吧。 我笑骂道, 你都下岗了还想着当社畜, 见不见啊你。 周扬黑黑乐说, 我骄傲, 怎么样, 什么时候回来, 哥儿几个都等着你一起从头开始呢? 我看向手里的行李箱, 嘴角微微上扬, 喜巴黛等着吧, 我已经下飞机了。 这次, 我一定要带你去那斯达克敲响钟声。 远方, 太阳升起在天空, 曙光明媚。 铃厨的混音 祝gan